接下来回到中间的镜头 根据统计 台湾女性结婚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0岁 倒林产妇的生儿育女成为大家关心的议题 雲林县有一名38岁的妇女 因为有子宫内膜异胃症 右侧暖槽拆除 左侧暖槽狼肿 造成暖槽储备功能低下 幸好来到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 附设医院中医部就诊 经过一年半的调养之后 已经顺利生下一名男婴 那个沈医师就是对我这个状况的话 都是用中药的部分来调理 让我那个体温变化 还有那个生理变化 那个改善非常的多 中医部组治医师沈丽玲说 卵巢功能低下治疗相当困难 需要很多时间调理 卵巢功能低下的女性 只有5%的几率能够自然受孕 医院以人工生殖辅助技术 配合中医 共同照顾 设计个人化的疗程 在补养的同时 也用中药进行循环维持 提高受孕的可能 在药物的部分 就是根据我们的月经周期 那除了补药以外 最重要的是说 要有一些让他气色循环加强的这些药物 才不会说不过头 那如果是食物的话 包含说刚刚提到的一些胶脂含量比较丰富的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配合健保计划 提升孕产照顾品质 针对不孕的夫妻双方 执行评估跟体检之后 接受中药 针灸合并的治疗 配合健康的饮食作息 大大提升受孕的几率 创造更多幸福美满的家庭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